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用好现有更多新的装备 今天会介绍和分析 还另外关注到美国也关注到解放军大量发展太空的武器 我们有来自美国第一手的分析 还留意一下本周最大的焦点 日本经历了九级的大地震 而当中从军事角度来解读 日本自卫队超过十万人 可以紧急的快速反应 可以马上激动到全国的各地 但是日本也有战机 大量的战机被海啸冲击 看到日本军队快速反应 以及有不足的方面给中国什么思考 关键是美国在区内可以达到迅速的抵达力 核控制力 关键是现在在东北亚地区的核不稳定呢 看来对中美对日本都有思考 今天会关注 还要留意一下中国军方的高层 多次致电给日本的军方 表明中国军方可以给予援助 给予物资 甚至中国最先进的医疗船可以到日本 但日本多次的婉拒 背后有什么含义 今天有会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美地中央空调特约知 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美地中央空调赞助播出 现在看最新的军事消息 今天台湾的媒体流引述来自昨天 台湾军方高调举行的一个记者会公开的宣布 马英九上台之后 本来是要两年举行一次台湾的所谓例行的演习的 现在更改为从今年开始 每年台湾要举行大规模的演习 台军宣布每年要举行了 而今年将在4月份举行台军的所谓汉光27号的大规模演习 今年之后每年都要例行展开大规模演习 提升台湾军方所谓的战备 台军发言人公开的承认 要提升台军的战备 加到每年一次大规模的演习 最主要是要因境中国大陆解放军 对台湾的相关威胁 也提到解放军战斗力在不断的提升 他们甚至承认这是在美国的默许 或者美国的支持之下 要展开这种高密度的演习 而且是全士兵实弹展开的演习 今年的演习会在台湾的本岛展开 台湾本岛划分为4个战区的 原来就是4个不同的战区来作为拱卫 还有防卫的 那么未来的演习将会有两个战区重点来演练 另外两个战区重点来假扮 扮演大陆解放军作为敌军 展开对抗性的演练 同时全员全装的展开演练 特别提到在支援层面 就是扮演解放军的所谓假想敌方面 台湾军方还动员了相关军中的重要的外语人才 展开演习当中的传译 那么这位台湾媒体高度关注 台湾军方为什么要有传译这个支援项目 是不是暗示美军包括其他语种的一些外军 也要参与 台军没有明确的讲 但是台湾的媒体把老说 传译包括有英语 还有日语和法语 那么从不同的语言可以看到 可能美国 日本包括欧洲的一些相关的军事教官 包括军方的将领和情报人员 会全程的参与和指导台军的未来的演习 这是一个最新的动向 说到美国对于日本 美国和日本对台湾高度的军事的介入和支持 提到美国方向 对于台湾的所谓陆军少将 罗贤哲少将 向中国大陆泄密的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 根据台湾最新杂志 全球防卫杂志 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报道提到 这个泄密案 其实除了外间了解的台湾所谓指管通勤的 这个最重要的博胜案数据链指挥系统 外泄以外 美国现在最新的研判 还有两个重大的外泄 被中国大陆军方掌握的 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美日同步也掌握的 台军也拥有的 这个所谓陆军的 最重要一个侧向指挥干扰的系统 相关的是数位通讯的系统 是由这个罗贤哲少将 可以作为陆军最重要的资讯官员 他是掌握的 那么他泄密肯定 也已经让中国大陆对岸 掌握了美日台共享的 这个陆军数字通讯的系统 特别还提到有一项还更加重要 在02年的时候 台湾获得了美国支持的 台湾装备给陆军的 所谓陆军72电子资讯部队的 美国现役 也正在使用的电子侧向和干扰的技术 这套电子干扰和侧向技术 是美军刚刚研发不久 就配备给台湾 台湾现在用到现在用了六七年了 那么很可能这位罗贤哲少将 也把他外泄给了中国大陆解放军 换句话说解放军 已经掌握了美军现役的 电子陆军的干扰和侧向的相关的技术 美国说这套技术非常核心 也非常重要 美国曾经利用这套技术 假借台湾的平台 成功的侧向 发现了中国大陆在湖南的导弹部队的 最新的无线电通讯 和导弹部队藏力的踪影 所以美国说这是高度机密的 但没想到 有一位台湾的陆军少将 很可能已经把陆军作战 侧向干扰的技术 外泄给了大陆 这是一些最新的报道 看另外一个消息 也来自这个最新的台湾的杂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湾的军事杂志高度的关注 中国大陆所谓航空母舰 目前研制 甚至要推出的情况 那么最新的报道提到 对于全面对中国大陆 目前这个航空母舰 到底是自产 自己来研发 还是山寨模仿呢 还是在旧舰上面翻新 有了全面的评估 根据最新报道提到 刚刚结束两会 台湾记者也追问 中国大陆的海军官员 中国海军 有一位中将级的官员 公开的表示 中国今年会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地方 由适当的人 对外宣布 中国会有航空母舰 同时他也承认 中国大陆正在全力的 打造和培训 航母上各种的人才 指挥控制 舰载机 还有导弹发射 各种的相关的 一些配备的人才 都在全面的培训 这是大陆的说法 台湾最近的情报显示 中国大陆从乌克兰 买到的瓦梁格号 不断的进行改装 进行下水 并且最新的进展 是已经加装了电子 雷达干扰 导弹等若干的设备 很可能今年会正式 进行实战的培训 特别提到是瓦梁格号 还特别作为解放军 可能第一艘正式实战背景下 训练将巡逻 共同使用的航母 可能会加长了 相关的仓储和加版 增加了三架 歼15的战机和解放军 两架直升机 使到舰载机达到了 167架左右 另外有沈飞研制的 新的舰载机 正在加工当中 另外解放军可能在 战机上配备新的 霹雳的空对空的导弹 同时还特别提到 解放军的海军 这几年密集的展开了 海军航空兵的训练 中国大陆海军 现在已经不用借助 这个空军 自己有了海军航空兵的 自己的训练和装备 同时三代战机 已经全面的装备 给解放军的海军 另外特别提到 解放军的相关雷达 也非常的成熟 可以优于敌方的雷达 发现对方 而且特别透露 解放军的北海舰队 曾经在去年高调的 千里南下 到南海展开 相关的演训 当中也透露信息 解放军有能力 进行千里的南下机动 有能力进行大舰的护卫 还有能力展开 千里的电子的干扰 和全程的雷达追踪 这都是为航母 做好准备的 现在台湾的情报发现 瓦梁格号 已经装上了电子系统 干扰系统和导弹系统 另外一个信息提到 中国制造大舰 所谓上海的江南造船厂 这几年密集 在赶工加工 这个大型的舰支 包括有这个 中华神盾之间的 新的驱救舰 以及大型的油弹补给舰 这些舰支的服役 和大量的制造 都是为了未来的航空母舰 做配套保护和补给使用的 台湾最新的情报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提报 据大陆解放军的东海舰队 某飞行团 最新的天气实战的演练 奔袭远海目标 导弹全部并重了目标底舰 已经最新入役的 新型的轰炸机 编队超低空的 略海飞行长达50分钟 记忆紧贴浪尖 在目标上空 秒米不差 飞出了新的轰炸机 最大的潜能 解放军东海舰队 这个飞行团的 远海执行任务 远端超市局的精确打击 在解放军当中 都属于潜列水平 而且最新的 解放军的轰炸机 放在东海 有戒备 每日警戒的意味 另一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未来五年 中国空军的 大型的预警机 隐形战机 会取得更多 重大的技术突破 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 新型的潜艇 也将大批服役 机防军二炮部队的 洲机弹的导弹的 机动发射 突防能力 和分弹头的技术 都将缩小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据歌的四面一据报道 巴基斯坦军方 想从中国军方 购买六艘中国的 AIP型的柴油动力的 常规舰艇 为此 中国和巴基斯坦 双方的军方 要建立潜艇 制造的联合企业 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 透露说 巴国的海军力量薄弱 要靠中国的潜艇 来支撑巴国的海防 而香港的评论就说 中国大陆现在可以 出口六艘的AIP 所谓精英潜艇 给巴基斯坦 这也显示 中国在精英潜艇的 技术方面已经相当成熟 而且解放军 已经有大量的 服役的相关潜艇 才可以大量出口 另外据瑞典的报告说 印度已经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 武器进口国 印度排在第一位 估计未来几年 印度将会继续 大买军火 防备中国 据英国的国际战略 研究所的联度军事报告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费 每年呈现 两位数的增长 未来15到20年之内 中国解放军的水平 会追上美军的水平 英国说 短期内中国军队的重点 是潜艇和反舰导弹 都是为了削弱 美军的航空母舰 在台海的主导权 而近年来西方国家 在隐形技术 和网络战当中 都失去了相关的优势 而中国大陆解放军 正在茂盛 另一方面 美国国防部的军舰局长说 解放军为了统一台湾 并且防止美军介入台海 解放军在中短程的弹的导弹 海上的载体 和空军能力方面 未来投资会更大 而解放军目前 有超过1380枚的 短程弹的导弹 瞄准台湾 解放军还愿意发展 可以突破台海当中 美国帮助台湾建立的 所谓台军的导弹 控制的南沙太平岛的海域 展开了台军的炮击训练 这也凸显了中华民族 实际上对于 相关南沙群岛的相关主权 越南外交部就胡说台军 侵犯了越南的所谓海岛主权 并且要求台湾立志 停止相关的军事行为 香港评论说 两岸实际上的南海 更加应该军事联手 台湾实际控制有太平岛 现在应该扩大相关的军事范围 在南海 两岸要有更大的军事存在 另据美国的彭博通 据社报导说 中国大陆海军实力不断的增长 直到日本 越南菲律宾三国 要联合起来在南海 南沙对中国发动新的对抗 菲律宾媒体报导说 菲律宾军方 还有越南驻南海南沙的所谓官兵 要在下个月 在中国的领土南沙的中叶岛 举行菲律宾与越南 所谓友好运动会 菲律宾和越南要联手 严重的挑衅中国的海权 据大陆官方新华社报导 主线解放军要有